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特勒还是德国人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理 本来总理只是第三帝国文官政府的首脑 更骄傲的德国军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可希特勒的本事绝不是挥舞拳头骂骂娘妻皮而已 他就是能够让德意志的军官团臣服于他 把德国的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 不吹不黑 希特勒是怎么驯服德国军队的呢 1934年7月1日 德国首都柏林天气有些燥热 柏林的某处监狱内 一个脸上有道伤疤的中年男子 光着膀子坐在地上 因为牢房里没有空调 也没有电风扇的缘故 他热得满头大汗 从他耸拉的眉毛和空洞的眼神里 我们能读出四个字 身无可恋 他叫恩斯特·罗姆 纳粹党最强大的组织冲锋队的参谋长 他是希特勒创业团队的成员之一 当年安前马后不辞辛劳 陪希特勒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 原以为希特勒上台后 自己能够获得股票期权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结果到头来却换来一束铁手桌 话说十多年前 罗姆与希特勒第一次相遇 那是在一个叫铁拳的民族主义小组的秘密会议上 当罗姆见到希特勒时 便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征服 罗姆曾此坚信 这个人虽然只是个下士 但是他却是领导德国工人党的不二人选 罗姆的身材矮胖矮胖 脸上还有道伤疤 看起来就像是深夜食堂里 电脑板上的硬汉 可是他却是一个同性恋 同性恋在现代社会 已经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理解 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 那可是精致汗俗的行为 但希特勒这个人本来就疯 所以他并没有计较罗姆是同性恋 只要他爱的不是自己就行了 就这样 两个一战老兵走到了一起 经常高谈扩论 而且当时的罗姆还是一个模范军官 军阶也比希特勒高 上位 但是罗姆坚持让下士希特勒 对他使用昵称 泥 罗姆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 也让希特勒的朋友圈得以扩大 很多退役军人都纷纷主动 加希特勒为好友 相信如果没有罗姆的帮助 希特勒这样一个极极无名的下士 绝不可能这么快就生名雀奇 然而 现在的希特勒成了德国的总理 权倾天下 自己却被恩将除暴 过河拆桥 想到此 罗姆心里能不后悔吗 想当年 希特勒为了巩固 其在纳粹党内一把守地位 就各种花言巧语 忽悠着罗姆 为他组建了一支边外部队 冲锋队 冲锋队 显称SA 成立于1921年 组织成员都身穿统一的褐色制服 手臂上戴着黑白红袖章 在街上巡逻时非常有排面 让年轻人倾向往支 除了支持希特勒 冲锋队另一个作用就是用暴力去打击对手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 那时 街头打斗是德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几乎每个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打手团队 各个政治组织之间 更是一言不合 抄起家伙干 谁的打手团队人数多 且下手狠辣 谁就能在街头站稳脚跟 希特勒利用冲锋队的社会精神小火 去殴打 甚至暗杀一切跟纳粹党为敌的人 1922年 因为不满德国中央党的领袖 马克阿斯·埃尔茨布格对英法妥协退让的态度 希特勒只是冲工队暗杀了他 随后 希特勒及其党徒被抓了起来 但是希特勒仍然给自己瞎戏 2000年前 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 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托付刑场 耶稣基督到底做错了什么 竟然被这样一个历史罪人 强行拉来做类比 因为那时 德国各州政府都普遍对激进右派势力同情 所以希特勒没有被真的托付刑场 他出狱后 竟然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 我们的最后名是 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 我就敲破你的头颅 这是因为 不斗争 我们就不能成功 斗争 我们用的是思想 不过 如果需要 也要用拳头 这只拳头 就是罗姆和他那群 一天到晚呜呜呱呱的蛊惑仔 紧接着 隔壁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 极大的鼓舞了希特勒 躁动不安的内心 希特勒号召纳粹党 先在慕尼黑发动政变 夺取巴伐利亚州的政权 然后再进军柏林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于是 血气上能希特勒 发动了啤酒馆政变 很快 慕尼黑的警察和军队就出动 打退了冲锋队的进攻 平息了这场闹剧 希特勒和罗姆也被抓了起来 罗姆于次年 被法院判处入狱15个月 但在判刑后随即获释 条件是保持行为良好 1924年12月20日 希特勒出狱后 委托罗姆重建冲锋队 但是两人在冲锋队的兴致 及与纳粹党的关系上 发生争吵 罗姆一气之下 干脆撩撩撩条子 离开了德国 去布利维亚担任军事顾问 然而 罗姆毕竟是纳粹党内 为数不多的组织人才 几年后 他又被希特勒邀请回国 被重新委认为冲锋队参谋长 在罗姆的领导下 冲锋队的发展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突飞猛进 到1934年时 已经达到250余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当时的德国国防军 不过才10万人 罗姆手下有百万马仔 且都心狠手辣 为此 他雄心勃勃 主张让自己的冲锋队 在德国武装部队中 处于中清地位 而他 将出任德国国防军的国防部长 但膨胀的罗姆 开始发出一些 令德国军队高层十分不满的言论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罗姆的冲锋队 只是一群不守规矩的暴徒 而且罗姆本人 没有任何正规军指挥经验 连罗姆自己都说过 他是一个 不成熟且脆弱的男人 更要命的是 罗姆还是一个同性恋者 光这一点 就已经让军队高层 嫌他磕神了 但小胡子 有自己的打算 毕竟自己刚刚上台 一足未稳 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 他将昙花一现 因此 他在出任总理后 第四天 就委托新任国防部长 冯·伯洛姆保 安排他与几位军方领导人 共进晚餐 希特勒在晚宴上 发表讲话 德国要振兴 就必须首先 重新武装起来 有了军事实力 德国就 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 并无情地将它 日耳曼化 他还向将军们保证 在今后的几年内 军队只需要好好训练 在遭受侵略时 保卫祖国 至于冲锋队 他再次保证 只有军队 才允许携带武器 其建制不予改变 希特勒的话 让将军们心满意足 再也不用担心冲锋队 那些乌合之众的 在我国 只有国防军 才准许持有武器 冲锋队只负责 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时 他们气得 扔锅铲摔盘子 长久以来 罗姆就在鼓吹 只有冲锋队 才是纳粹党的真正位置 是完成德国革命的 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可是 希特勒划出的一道 晴天霹雳 让冲锋队的人 全都懵圈了 他们怀疑 希特勒背叛了褐色革命 正在卖身 投靠大资产阶级 和军事贵族 他们开始急头白脸 他们开始乌吼喊叫 他们开始抄袭家伙 为了息事宁人 希特勒邀请罗姆 担任部管部长 还答应让他出任 国防部长 此外 希特勒还写了一封信 给罗姆 先是称赞他的卓越贡献 然后委婉地告诉他 保家卫国的事情 还是要让军队去做 可是 罗姆却领会错了 希特勒的意思 他以为 希特勒是在给他 撑腰壮胆 想到此 他的腰杆都应了几分 他给国防部发取一份照会 声称 保卫国家安全 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还料得 冯伯洛姆保将军 立马要求希特勒 给他一个完美的解释 希特勒也没有想到 罗姆的情商 是如此的令人捉急 情急之下 他把冲锋队 和国防军的领导人们 都聚在一起 劝他们都各退一步 希特勒费尽口舌 好话说尽 给冲锋队安排了新的任务 沿国信县起巡逻 以及负责18岁到21岁青年的军选 当天晚上 罗姆喝醉了酒 然后就爆发了 那个荒唐透顶的 下士的话算个鸟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很快 罗姆身边就有人 向希特勒打了小报告 很难得 牙子必报的希特勒 居然能忍下这口气 没有立马去找罗姆 心事问罪 罗姆酒后吐真言后 觉得还不过瘾 又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作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在记者会上 他先是老调重谈 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 和思想的英勇化身 然后暗中指责希特勒 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 都是反动分子 和资产阶级 因寻守旧分子 希特勒虽然恼羞成怒 但依然想以和为贵 所以他把罗姆找来 彻夜长谈 经过好说但说 双方在几个问题上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可是 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情报 告诉希特勒 罗姆正在准备发动武装政变 同时 国防部长 博洛姆保 最后通点 如果德国的政治局势 持续紧张 总统会考虑颁布戒严令 希特勒明白 一旦戒严令发出 自己将会失去权力 希特勒此时已经没有选择 要么自己立即动手除掉罗姆 要么自己被罗姆除掉 或者被军方除掉 1934年6月30日 希特勒下令党卫军 大规模清洗冲锋队 史称长刀事业 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 冲锋队高层 被屠杀的约有200人左右 此日被关押的罗姆 面对希特勒派来的杀手 拒绝引弹刺激 他说 我要希特勒 亲自开枪打死我 杀手没有理睬他的话 而是用枪 瞄准了他的头 脸身枪响 罗姆倒了下去 临死前 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喊道 我的元首 当然 不管其他人如何记恨罗姆 最终能决定下手的 还是希特勒本人 希特勒这个人 冷酷无情 平日里也没有什么朋友 一直以来 他与格林 格贝尔 希姆莱这些人的关系 都是冷冰冰的 罗姆算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与他称兄道弟的朋友 然而 希特勒还是对罗姆痛下杀手 而在除掉自己的昔日好友后 希特勒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连好友都可以干掉 更何况是其他人 于是 从1933年到1939年之间 共有1.2万德国人 被指控为叛国罪 共有4万德国人 被迫亡命天涯 话说回来 如果罗姆能够早一点明白自己酷吏的角色 他就不会如此嚣张跋扈 而是行为收敛 如果他能够理解德国的军阵结构 他就不会逼迫希特勒去做出选择 如果他能够适可而止 低调从事 不大规模地扩张冲锋队 那么 他就不会引起其他纳粹头目的记恨 可惜 没有如果 于是 在纳粹当政后第一轮权力的游戏中 他说的 连内裤都不剩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之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